面对德军的威胁 这个夫人拿着枪对准盟军队长 而下一秒 得知被戏耍后 她发疯式地冲向德军军官 其余盟军战士举枪还击 接着打开木箱 救出里面的人质 盟军一边开枪掩护 一边向屋外撤退 见队友撤出 盟军狙击手开始精准打击 越来越多的德军闻讯赶来 再不及时撤退 恐怕都要交代在这 夫人挺身而出 被敌人打中 她自知撑不了多久 于是端起STG44疯狂扫射 瞬间将德军压制 借着这个时机 盟军队员登上卡车逃出升天 夫人却被德国军官一枪抱头 隐恨当场 究竟是什么样的人 让盟军不惜一切代价 也要将其救出 他们最后又能否成功凯旋 让我们一起接着往下看 故事发生在1945年的巴伐利亚 在二战结束前几个月 盟军派出特战小队 前往德军地盘解救人质 他们每个人身怀绝技 骁勇善战 尤其是队长杰克 他曾独自干掉20辆敌军坦克 被部队视为军神一般的存在 有这样的大佬带队 其余成员纷纷抱紧大腿 就在此刻 地面高射炮开始拦截飞机 一名队友不幸重弹身亡 地面强大的火力网 让飞机无法继续飞行 无奈之下 众人只得提前跳伞 地面的德军早就虎视眈眈 还未等杰克两人站稳脚跟 周围便有枪声传来 杰克带着队友康纳 向密林进发 殊不知 真正的危险才刚刚来临 在这里 他们又遇到小队另一位成员 迪根 通过手与示意前方有敌情 杰克交给康纳一把左轮用来防身 接着开枪吸引敌人注意 迪根健壮 从侧面进攻 等子弹打光 和德军士兵开始肉搏 碰到没有死透的德军 迪根毫不留情扣下扳机 三人成功会师 为了隐藏小队的行踪 他们将尸体推入水中 继续前进 他们发现 小队其他成员被德军处决 来不及悲痛 快不赶往目的地教堂 杰克担心其中有埋伏 于是轻装上阵 打探情况 下一秒 原来这是队员莫顿开的玩笑 见杰克这么紧张 他赶忙到前 众人等了许久之后 见无其他人到来 估计整个小队 只剩他们四人存活下来 杰克来到楼上 准备架设电台 但打开后发现 他在之前的战斗中被打坏了 无法向上层汇报情况 那只能硬着头皮行动 狄根开始介绍任务 这次要配合康纳 来营救美国科学家霍珀 此人曾参与研制过原子弹 如果不把霍珀带走 那么德国很快也会掌握核武器 到时候 战争格局恐怕会发生逆转 根据现有情报 德军已经将其转移到 一所废弃的空军基地中 而且不仅仅要提防德国人 甚至苏联红军也插手此事 事不宜迟 众人开始行动 基地被一片迷雾笼罩 显得十分诡异 灰门进入时 发现已经有人截足先登 屋内不仅有德军的尸体 还有苏军的尸体 仔细检查后 发现其身上挂着 一个神秘符号纸片 与死亡队友身上的符号一致 这种诡异的事情 不禁让小队成员 打起十二分的精神 这里没有找到霍珀 狄根想到周围有一支 抗德民兵队伍 或许通过他们 能了解到霍珀的位置 半路上 他们发现有一群奈粹士兵 正在处决当地百姓 细看之下 对面军官的尖章 正是这神秘的标志 杰克看不惯乱杀妇儒的做法 一把抢过莫顿的狙击枪 狄根劝其冷静 不要因小失大 一旦开枪 不仅完不成任务 恐怕所有人都得折在着 杰克怒目而斥 最终理智占据上风 他将狙击枪还给莫顿 默默看着这场杀戮 狄根来到抗德民兵家中 如今早已是务视人非 民兵早在六年前战死沙场 如今只剩老夫一人 在得知小队来役后 老夫将他们迎进去 并准备了丰盛的晚餐 根据老夫提供的线索 之前有一伙德军 确实经过此地 看样子 似乎是保护一个老人 并把他带到十公里外的一处基地 这时杰克发现 桌子上妇人和孩子的照片 杰克认识这个男孩 正是他干掉的德军 顿时 杰克心生不妙 开始怀疑老夫的意图 好在对方并未表露出敌意 并且在迪根的劝说下 杰克最终选择相信老夫 次日 杰克等人来到德军基地踩点 果不其然 祸破就在此地 迪根思考片刻 想到一个暗度陈仓的办法 随即众人来到一处绍战 安排莫顿在远处提供支援 杰克和迪根轻装上阵 趁敌人不备 轻松暗杀 怎料被敌人发现 迪根持刀冲上前去 而对方也不是吃素的 就算被迪根从后方制服 另一边 杰克推开屋门发动突袭 不过被敌人偷袭 他混乱中摸到水壶 将热水洒向敌人 与此同时 另外一人悄悄溜到杰克身后 并锁住他的脖子 正当杰克喘不上气时 解决掉所有敌人后 他们换上德军的肩章 并在路边埋上炸药 这时老夫也开着卡车赶来 众人上车 开始前往德军基地 莫顿远处提供狙击支援 其他人伪装成后勤部队 准备混入其中 老夫用一瓶珍藏茅台 轻而易举拿下看守 紧接着 他们抬着木箱进入基地 干掉二楼的看守后 最终找到霍珀和其女儿汉南 霍珀知道救援来到 十分配合的和女儿 一同钻进木箱 就在撤退之际 德军军官突然出现 通过康纳后背的手枪 判断出对方是盟军 军官告诉老夫 杰克是杀害你儿子的凶手 随即塞给他一把手枪 用来亲手报仇 老夫得知后十分震惊 就在众人以为老夫要叛变时 他毅然决然对着 德军军官扣动扳机 空枪 建议图暴露 杰克等人拔出武器 开始反击 众人随即开始撤退 最终在老夫的掩护下 他们得以逃了出去 德军一路尾随其后 在经过少战时 他们把车留在原地 德军果然上当 开始下车检查 下一秒 可惜的是 并没有炸死德军军官 众人赶紧上车 开始逃命 没想到对方还是穷追不舍 杰克和康娜举枪还击 打了半天 双方无事发生 这时莫顿骑着马 从后方追来 一枪直接干掉 德军机枪手 驾驶员还要继续追击 霍珀夺夺过康娜的手枪 抬手就是一枪 直接干掉对方的驾驶员 众人这才躲过一截 回到妇人的小巫使 才发现霍珀不知何时重担 鲜血顿时染红上衣 惊慌失措的汉娜赶忙 开始抢救 但结果总是事与愿违 霍珀就这样领了盒饭 在汉娜的要求下 众人将霍珀入土为安 她也把父亲重要的学术品件 交给康娜 眼见任务无法进行下去 迪根将情况上报给总部 并准备安放标记单 指引轰炸机实施轰炸 就在此时 霍珀突然告诉众人一个消息 就在不远处的地堡内 有霍珀创造的一个原始模型 一时激起千层浪 这么重要的东西 必然不能落入德军手中 众人在汉娜的指引下 进入地堡 一番搜寻之后 并没有发现 她所谓的原始模型 而是有两个金发碧眼的小孩 迪根意识到自己被耍 当即准备抛下汉娜一家 可万万没想到 汉娜表示 当初的原子弹 是自己和父亲一同研究的 所以说 她的战略价值并不比活破低 犹豫片刻 迪根决定 带上孩子一同撤退 就在众人准备走出地堡时 一颗手雷从上方滚落下来 德军还真是阴魂不散 正门被堵 他们只得从另一个出口逃跑 而德军军官早已再次等候多时 杰克等人可谓是 上天无路入地无门 在火箭筒的威胁下 只得乖乖投降 众人被五花大绑起来 真的以为盟军会乖乖认输吗 其实他们还有后招 通过示弱 让德军军官放松警惕 在他最松懈时 由汉娜给予其致命一击 情况两级翻转 小队成员带上装备开始撤退 德军军官一个肘击挣脱束缚 枪战一触即发 在撤退过程中 康纳不小心遗落了标记弹 想再拿回来 可谓是难上加难 德军士兵也拿出火箭筒 待烟雾散尽 杰克开始发动反击 德军士兵再次开始装填火箭筒 不过他们已经跟莫顿盯上了 而汉娜的孩子 发现自己玩具掉在地上 于是上前去捡 这时被德军军官瞄准 莫顿也瞄准了对方 怎料扣动扳机却没有子弹 在千军一发之际 他飞身上去救下南海 自己却重伤而亡 头顶的轰炸机已经打开舱门 准备随时投弹 迪根在杰克的掩护下 一边射击 一边走向标记弹 纵使他已经身受重伤 知道自己命不久矣 也要拼尽最后一丝力气 拉开标记弹 看到指示后 轰炸机果断投下炸弹 看到炸弹来临 所有人四散而逃 只有德军军官被人丢在地堡外 下一刻 德军全员被歼 杰克腹部重弹 看着有军飞机缓缓降落 他也闭上了双眼 影天在此落下帷幕 《战地之狼》 说是今年新二战题材电影 但无论是特效还是场景上 看起来更像是一部老片子 尤其是在音效上 枪声 爆炸声 听上去绵软无力 剧情中漏洞太多 男主跳伞时 就一堆防空炮拦截 而轰炸机来临时 就跟进自己家门一样 并且高空轰炸竟然丢得如此精准 看到这里 希望观众朋友们多多点赞支持